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工作明天到常立潭吧 我现在想休息了 来 等等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 你不是给我加薪了吗 以后就请别费心了 时间了 要按期完成订单 所以从今天开始 每人每天加半个班 取消所有假期 当然 加班费照发 价值双新 希望大家精神团结 齐心协力 帮建造完成订单 这样 大家可以攒更多的钱 带回家过年吗 从今天起 每天加一个菜 给大家补充营养 出领房全天供应热水 夜班供应夜餐 至于加班的具体情况呢 由小云小姐向各组长联络 好 大家吃饭吧 来 上菜 我来点 吃吧 吃点 多吃点 多吃点 小鱼,我可以加班 那我可以加班 小鱼,我可以加班,好嗎? 小鱼,我可以加班 最好同 的 入idade 走开 走开 说你的 走开 走 听见没有 说你的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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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吧 一点可怜的加班费 小云 你的运行是多少 我们的用是多少 要不是 你把林妹从垫子拉上刷下来 她也不会去干这么危险的工作 江生在吗 你好 江生在等你 你快去吧 谢谢 江生 你很久没进来了 一开始我还有点不习惯呢 想喝点什么 不应了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行吗 可以 坐 我来了几次了 你的秘书都说你不在 怎么样 合资的事办成了吗 还算顺利 你能来找我 我挺开心 无论你向我说什么的话 我们的关系总算正常化了 我不认为有什么不正常的 您是个挺不错的老板 而我呢 还算是个充值的雇员 我们还是朋友吧 别别别 别再让我再次忘了您是老板 怎么样 想找我谈什么呀 说吧 我很感激你给我加了心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给女工都加一次心 特别是这连续加班 赶上代订单的时候 这样对你有好处 这两个效率都会明显提高 我了解他们 毕竟你想出的 给他们增加点营养那些小点子来 他们更需要的是 加薪 现在加班有加班费 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想临时加班和这样 连续两三个加班的身体消耗 应该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用命在拼 像亮女 降生 应该付给他们报仇 我想你不会因为他们不清楚 就不付给他们吧 你说的有道理 可我现在资金周着困难 你是知道的 建达现在市场昂青正在看好 很有发展前途 建达可以越做越大 正是大好机会啊 我不想失去它 我正需要大量资金扩大生产 要不然我也不会和大安相合资的 这时候我哪有钱 该全体加薪呢 那这样吧 等这批订货周转过来 我保证一定加薪 可那时候 你会耐力新的发达机会 可他们这些人 也许一辈子再也不会出来打工了 我没想到 你是来找我谈这个的 对 我无能为力 那我只好辞去这份工作 只有我一个人加薪 这是我无法面对他们 怎么说啊 你是炒老板的鱿鱼了 难道不可以吗 有没有 有没有 任何人加薪 找到 你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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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没有 有没有 那些人 夜晚又長 也復一念 夢回故鄉 偏偏的你 在心上 把那倉庫 真情的心啊 獨自在路上 忘了憂傷 女人 抓一怕 獨自在路上 獨自你黃之的模樣 一邊 一邊 回頭我 你不在老地方 你不在老地方 不管你会这么想 我会等你在老地方